鱼儿子们 开饭了 鱼儿子 开饭了 快来啊 吃啊喽 叫 哎 举辉 好玩了 把鱼儿子给拉过去 好 我拉了啊 哎哎 两条鱼 你小心点 鱼灰 你看就有香片糊糊吃人对啊 慢点啊 怎么样 你来干什么来了 我来看你啊 累不累 这算得了什么呀 我跟你说 出不了一年 你舅舅我就成个专家了 这是吹吧你 这怎么能叫是吹呢 这块可比工历强做了 而且 还有钱呢 哎呦 这 仙良来了 我 我 我得去喂鱼儿子 哎 把你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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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个是 opt respirator 碸 應該好 fifty 二哥 алось día 二哥 二哥 나중에 怎么样 在这工作还习惯不 习惯 你怎么来啦 我听见梁说 你和舅舅都在这 所以我来看看吧 小夕 第一次来鱼塘吧 来 你是我的家人 所以对我们的产业呢 应该有所了解 从这儿 只要你眼睛看得到的地方 包括这些鱼塘啊 山头啊 咱们家都有经营权 总价值大概几千万吧 一点不吹牛 就算是从现在开始 我们只花不作 三代人也吃不完 只花不作怎么行呢 有这么一句话 如果想一时快乐呢 可以做官 想一辈子快乐 必须得做事 不做事 我可以带你去环游世界呀 环游世界也是一阵子呀 我们还是得回家的 小夕 我已经想好了 过一阵子啊 咱们还是搬回城里去住啊 为什么啊 这儿空气多好 环境也好 我还是想在这儿陪你打理鱼塘 我不想去陈鱼塘 嘉欣 你和玉辉有两天没见面了吧 你们兄妹俩一定有很多话要说 这样 你们在这儿聊着 我们到那边去看看 建梁 二哥他刚来着 有好多事情都不清楚 你呀 去给他仔细说一下 怎么样 玉辉 有什么不明白的吗 什么都要从头开始 小王啊 让舅舅在那儿喂饲料 好 让我呢 就拿着这个 到处再量量水温 这是什么呀 这么大的水温剂 让我也来试试 小心小心 嘉欣 你 这糖水很脏 这水温剂上好多细菌呢 玉辉 以后千万别让嘉欣碰这些脏水啊 你至于这么小题大错呢 你这要过敏了怎么办呢 怎么可能过敏呢 小心 我的任务呢 是把父亲留下的这片产业呢 经营好 你也有很重要的使命 你知道吗 什么使命啊 你的使命就是 尽快地给我生个儿子 像我这么结实 像你这么漂亮 知道吗 你干嘛 知道吗 建梁 怎么了 我没说错 玉辉 你 玉辉 你看 我让一家信给我生个儿子 他还害羞呢 你说这什么不好意思呢 这是你们夫妻之间私事 你跟我说什么呀 建梁 你怎么能在这儿说这些话呢 我怎么能不能在这儿说了 你和玉辉关系不是挺好的吗 当着他说又怎么了 好了 我先去忙了 你 玉辉 我找你还有事 什么事 等一下啊 小姐 来 先亲一个 哎 你干嘛呀 走 能来玉辉又不是外人 我亲你怎么了 你 你放开 你 你 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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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良从头到尾的表现 只能用故意来形容 我认为他把我叫到的公司去上班 根本就是存心要刺激加薪 余慧啊 现在都什么年代了 年轻的人 不把大街当洞房就不错了 就亲近嘴嘛 什么大惊小怪呢 就 可是建良斥用的强迫的手段 在我面前应勤加薪的 你不是看到了吗 那加薪呢 她是什么反应啊 她哭了 她哭了 哭 哭有什么奇怪的呀 兴许是加薪矫情 她是高兴的呢 余慧啊 你是不是太敏感了 才会有这种感觉 我看哪 还是不要急于下结论 要是万一误解了建良的好意 那可就不好了 妈 我的感觉不会错 建良对我跟佳馨的误会 根本就没有化解 她是故意在我面前造作佳馨 羞辱我的 真是叫人不省心哪 我想啊 我还是不去建良的公司上班了 余 余慧啊 这就是你不对了 在公司看人小两头好 你就不去上班 就说你说的是真的 张建良她惹你 对吧 她刺激你 你都不当回事 这 这不也没事了呢 我要是装傻 她会变本加厉的 妈 我宁愿去工地 要不摆递她 反正啊 我是不受张建良的气了 余慧啊 真的啊 我 我跟你说实话 你就是有点敏感 其实人建良对她不错 舅 你知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呀 我是不想看到佳馨去受委屈 要去你自己去去 要去你自己去去 没事找事嘛 糟了糟了 婷婷肯定是生气了 一会儿啊 你快去解释解释吧 妈 这有什么好解释的 叫你去就去嘛 快去 姐 你得好好劝劝她 这么好的工作可不能溜 这万一 她说的都是事实 那可怎么办呢 你这是干什么呀 我要搬出去住 你不要动不动就说搬出去就好不好 我留在这儿暗眼 你别太敏感了 我跟佳馨只是兄妹感情 我敏感还是你敏感 兄妹感情 兄妹感情 会看到别人夫妻亲人 你就会吃醋吗 那是吃醋吗 不是吃醋 那就是嫉妒 也不是嫉妒 我 我是怜惜加薪 我不愿意看到她被渐良欺负 和自己老婆亲日叫欺负 只有第三者才会这样看问题 连你也这么看我 我不想这样看你 但是我不想欺骗我自己 以你现在的表现 谁都会把你看成第三者 别人怎么看我我无所谓 因为他们根本不能理解 一个哥哥 对一起在苦水中泡大的妹妹 那种无私的爱 你醒醒吧 禀一辉 别让兄妹一起把自己给骗了 好好好 你说 你说你让我怎么做 你才敢相信我 我不需要你做什么 你来证明给我看 你现在要做的是 整理好自己的感情 端正好自己的心态 我最后有一句话要劝你 嘉欣已经是渐良的老婆了 不论你对嘉欣抱有什么样的感情 你都要克制住 不要再迫害嘉欣的幸福 你在说什么呀 我最后再提醒你 不管你自己认为 自己对嘉欣的感情 有多么纯洁高尚 但是别人不会这样看 因为你和嘉欣 不是有血缘关系的亲兄妹 婷婷 阿姨 我正要去向您道别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有什么事情说清楚不就行了吗 我现在心里很乱 我想单独找个地方住下来 整理一下心情 不行啊 这万一有个什么闪失 我怎么跟你父亲交代呀 阿姨您放心 我现在长大了 也应该出去闯闯 津津风雨了 如果每天让你这么喝 或者关心着 我就永远只能是温室里的 花朵了 您说是不是啊 婷婷啊 阿姨 谢谢你 我走了 婷婷 婷婷 我给她动了